看的那個山寨平板真的很難用 完全不會想要買 再便宜送給我都不要用 可是最近你們有個學長 例如是四年級學長買一台 這個大陸的山寨平板 我拿來看不得了 三千多塊 什麼功能都有 也很順暢 速度也快 容量也大 質感也好 哇不得了 三千多塊 那其他這個兩萬多塊怎麼活 所以將來可怕的一點 就是在那個中國大陸 所以你們可以在上網看一下那個 山寨平板現在應該是可以買 因為我長期在觀察這個市場 可以入手 還是還是有缺點 大家還是會怕說 裡面會不會電池爆炸 或者什麼 如果你怕的話 那你再多花一點錢 這個有時候是買安心的 那我自己大概去年才買一支平板 大概花一萬塊左右 感覺就有點想要把它換掉 那再來 重點就是有個電子書 當然它只是學 所以你不能用秀的觀念 去思考說電子書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因為什麼都可能 就是要發揮各位的創意 怎麼樣做出一個電子書 是讓人家耳目一新的 就像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你有想過說 哇它吹口氣呢 那個風力還可以測試說 這個風力發電 可以發多少電力 而且隨時跟你做互動 點了之後呢 它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一個電子書 不再只是一個書 裡面圖片 還有相關連結 或者是一些什麼 它可以偵測說 風力發電 可以發多少電 在哪個州 美國哪個州 可以出現什麼樣的訊息 他們都可以跟你做互動 所以未來可能就是說 這個互動 跟多媒體是重點 就是多媒體怎麼放進電子書裡面 這一個重點 所以你要懂得像 影片的相關的知識 光影片的剪輯 還有轉化 使用 你會不會 所以多媒體相關的知識 有沒有建立起來 所以比如說像最簡單的 就像那個 包碰你這種軟體 你有沒有很用很熟 或者是Fresh 這種動畫軟體 有沒有用很熟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必須要加強這方面的知識 否則的話 你可能很多地方 都會有缺漏 那還有這樣互動 互動這部分 可能我建議各位說 如果男生 還是 寫一點點程式的話 建議還是 可以接觸一點程式 因為未來 設計類的工作 絕對是重點 因為現在最缺人才的 包含 像用InDesign 或者是 Adobe這系列的軟體 就是所謂的 視覺設計系的工作 視覺設計 那像 OtoCare 或者什麼 畫3D的 3D Max 那些就是所謂的 像工業設計 工程設計 這類的 那第三種就是 叫程式設計 那 應該目前還沒有工作 就是叫文學設計的 不過如果說 將來 你們可以把這個 文化創意產業裡面 有一個項目 其實就是希望在文學裡面 能夠把這些文學類的東西 做成像數位內容 可以放在網路上面 大家流傳 那這部分的話 我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相關的這個平板 比如說iPad 大家都應該不陌生 那另外一樣 HTC 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那 HTC 也有這個 Fl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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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出了很久 這個平板 其實非常好用 可是就是貴 大概也差不多兩萬塊 差不多兩萬塊 一般人應該沒辦法 沒有那麼 那 台灣也有自己做一個什麼 遠流電子 他 遠流的電子書閱讀器 不過我是覺得 這種東西應該 一個過渡時期的產品 因為你的量 絕對不可能跟那個 亞馬遜那種 幾千萬台來比 那你這個大概才幾萬台 就了不起了 你看他比根本就是比 他光數量 就 就 那所以沒有說 我們要慢慢的 去追的是一個潮流 那這邊的話呢 那再來的話 其他 閱讀裝置 手機應該也